恋人间收到什么礼物会开心 讲真的 呃 老义是PPAP 不要乱讲 哈啰 咋吃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柯佳燕 嗨 大家好 我是柳一豪 今天要请你们两位来呢 帮大家解决最烦恼的问题 就是人际关系 当然我们人际关系也不是很好 那期末我们就先让人际关系不好的 柳一豪来说 请问对彼此的第一印象 第一次见到刘一豪的时候 是我们因为童话故事下集读本的时候 当时是一个还蛮帅气的一个男生 然后从我们每一次的读本跟定装开始 他就被剧组弄得越来越不帅 越来越不帅 越来越油油的味道 呃 之前见到柯佳燕姐的时候 为什么要佳姐 佳姐就有点过分 对 见到佳燕的时候觉得 他很知性 聪明 没有气质 真的合作之后就觉得真的 有很多的可爱是在不经意之间他会跑出来的 然后很照顾每一个人 可以看到他很细心跟贴心的地方 而且会时不时说出一些很好笑的笑话 恋人间做什么事最让人暖心 记住每一个节日其实蛮让人暖心的感觉 在节日的时候 试图的表现出一些诚意 他不一定要特别做什么事 但你只要记得 我觉得有时候对方就会觉得很暖心 可是如果碰到像我这种不太会过节日的人 怎么办 但应该还是记得一下会比较好 像对方的生日还是要记得 当然会啦 记得一下就好 好 好 平常如果说有在留意对方 喜欢什么或是缺少什么 然后在一些时候 这个东西就突然出现在面前的话 就是我会觉得很很 这个人很用心或是很贴心 平常都有在留意你好像少了什么 关系都是要经营的 有维持好的关系有小撇步吗 我觉得一定要有各自在忙 跟热衷的事情 忙碌晚再见到面的时候 就会有话题可以聊 但我觉得维持关系小撇步有时候 自己去旅行一下好像也蛮棒的 就给自己一些空间跟时间 你有希望跟对方讲话去旅行吗 可以讲一下啊 如果对方也OK 自己去还是跟朋友去啊 都可以啊 我觉得都很自在吧 而且我也觉得好像 人跟人之间好像没有什么 感同身受 只有尽量理解 因为我们大脑的回路就是不一样 你只能是我 彼此包容 因为真的想的立场跟想法都不一样 要维持好的关系有时候不是 这么理性的 就是你爱不爱 生日前期 教育分手怎么办 什么东西啊 这太过分了吧 好下一题 搞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这就很过分啊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分手就是没有好日子 并没有适合分手的一天 他才365天里 可是我觉得他故意选一个有个日子的话就很烦 所以你看是不是 我还好我平常没有什么在过节 对好像这时候还是不要过节比较好 恋人间收到什么礼物会开心 讲真的 劳力士PPAP 没有乱讲 真的 我觉得就是你要送到他真的喜欢的东西 但不一定要这么贵 比如说他可能有在看劳力士 但你可以看劳力士的皮表带 或是他的一个小扣子 真的啦 他的配件 因为每个人经济能力不一样啊 就你可以收他那些配件 你收他劳力士啊 你收他劳力士的纪念衣服 不不不不 你可以收他表 因为表里面其实有很多老件 就比如说他这个东西 他也是一个 也是老件 你收到一个很重要的齿轮 也也会很开心 我觉得收到对方喜欢 兴趣范围里的东西 应该都会 蛮开心的 例如爱马仕 或是把对方的车就烤成爱马仕局 好 好像会生气 谢谢 谢谢 单身观众不要哭 请两位说出单身的好处 我问身边很多那个单身的朋友 最多回想的就是 你想看什么电影 看什么剧的时候 你就可以立刻去 不用等另一半 等来等去 而且我觉得单身人就可以自由自在 你没有任何的压力 对 你也没有数学 可以跟自己过啊 可以跟朋友一起啊 或者放一面镜子啊 假装一起过 再来就是吃东西啊 如果你今天晚餐要一起吃 可是我刚好可能想要吃 日本料理 然后对方想要吃泰国菜 你们可能就有一个人要前就另外一个人 对 Uber E的可以互相叫自己喜欢吃 那如果你们要出去呢 还是你谈恋爱多秘密 好吧 好谢谢 就各个的 秘密哦 保留宣传空间 大家好我们是童话故事下集 我饰演的角色叫 真学友 然后我是一个妈宝 然后我饰演的角色是010 我是他太太 然后我是一个一名剪接师 很多童话故事的结局都是 最好就是他们 幸福快乐 直到永远 但童话故事下集这个片名 他就是在讲结局内夜之后的事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对 我是用一些蛮喜剧的方式去 探讨我们在生活中就会遇到一些小状况 对 相信大家看完之后会非常的放松 然后也会很开心 然后也会想到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小事情 你可能会想起身边的某个人 对 谢谢大家收看 超没默契 我超没默契 对不起对不起再一次 你刚拍完 再一次 谢谢大家的收看 这是L杂志不负责恋爱讲座 拜拜 拜拜